如果给你一个选择,让你决定要不要转生到地球,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许多人的答案是,不,因为人类社会真的太苦了。 但是呢,就有这么一个纯真的生命,感冒着极大的风险,选择轮回到地球。 大家是否会感到好奇,它为何而来呢?又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地球人呢? 大家好,我是奇闻。 有自己的信仰,或是喜欢学艺世界,甚至常常跑到寺庙去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听到,某某人说,自己是带着天命使命而来。 当然,这些人里面呢,每个人给人的感觉也都不尽相同,又表现十分优异的,又看来十分平凡的。 其中就有这么特别的一个小男孩,他从小呢,就告诉周遭的人,自己是带着使命而来。 而且他所掌握的知识,有许多在当时都是世人所不知,但事后被研究证实的。 他就是知名的火星男孩,波利斯卡。 那么究竟波利斯卡为何而来?他又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人类呢? 1996年的1月,波利斯卡出生于俄罗斯福尔加格勒北部地区的乌尔兹斯基镇。 他的母亲纳德兹塔是一名医生,父亲是一位退役军官。 波利斯卡的母亲曾描述,说波利斯卡在出生之后的几周就会抬头,几个月就能说话, 两岁的时候就能够阅读写字和绘画。 神奇的是,波利斯卡的父母从未教过他任何天文知识, 但波利斯卡却能够准确地描述火星以及太阳系的行星系统, 甚至是人们所不知的外星文化等等。 俄罗斯的《真理报》就曾在2004年的3月的报道中提到, 当年7岁的波利斯卡不但自称来自火星, 表现出的天赋和才能同样令人惊艳,卑鄙寻常。 他精通各种专业的术语,掌握详识的资料,熟悉火星和地球的历史。 波利斯卡曾向父母描述过自己以前在火星上的生活。 波利斯卡说,火星一开始是有人居住的, 只是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之后, 让火星的大气层消失殆尽, 火星的居民迫于无奈, 只能生活于地下城内,一直到今天。 波利斯卡在回忆自己的前世时也提到, 火星人的身高约有2.1米, 他们呼吸的是二氧化碳,且永生不死, 甚至到了约35岁,就不会继续再老化了。 听到这里,相信许多人应该眼睛为之一亮, 希望可以移民到火星,或是转身到火星,当火星人吧。 不止如此,火星也拥有先进的科技,能进行星际的旅行。 像波利斯卡自己就曾经飞到古埃及, 因为火星人的文明和古埃及的关联是很密切的, 尤其在卡佛拉金字塔旁的尸身人面相, 就其存在的特别意义。 如果有人擅自将暗藏在里面的机关打开时, 那么整个地球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异变。 博利斯卡在描述中提到, 此机关是在尸身人面相的耳部后面的某一个地方, 可是他已经无法准确回忆起这个机关具体所在的位置了。 无独有偶,这个资讯在火星男孩还未出生之前, 就有人透露出来了, 这个人同样是来自外星星球的生命, 他的名字叫做菲尔。 是以两子催眠闻名于世的朵鲁利斯·坎南的合作伙伴。 相传在亚特兰蒂斯爆发大规模战争毁灭之后, 地球上的人口数锐减到了面临灭亡的程度, 一部分幸存的人来到了埃及, 并制定了新规则,决定重新出发, 由祭祀来领导大家, 还用漂浮树搬运石块建造了几座金字塔。 谈到金字塔呢, 一般人可能会联想到伴随而来的诅咒, 只要曾进入墓中的人就难逃诅咒的命运。 但事实上, 当时的人们与外星人不过是将一股能量安置在金字塔里, 只是因为能量较强大, 所以对一些体质较为敏感或是未经训练的人, 在他们进入金字塔时, 会因为身体无法适应这股能量而感到头晕目悬。 而且现在人们提到的人面狮身像, 其实也不是狮身, 而是猫身, 因为当时的神殿里面, 除了祭祀以外, 还饲养着很多有灵性的猫。 这些祭祀由于对人类感到失望, 决定把从亚特兰蒂斯带来的知识水晶, 藏在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而这个地下空间的入口, 就位于人面狮身像的左脚, 也因为知识水晶藏在异度空间, 所以一般的人就算经过也看不到。 后来比利时的考古团队, 通过3D的扫描技术, 还真的在人面狮身像的底下,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可惜埃及政府坚决不允许考古队进行挖掘, 所以直到现在, 这个迷宫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以波利斯卡当时的年纪, 加上资讯流通并没有那么发达, 能与菲尔提到的事情吻合上, 也是十分神奇的。 当然, 审视波利斯卡的成长环境, 使得他所拥有的知识及智慧, 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因为波利斯卡的知识, 在当时已经超越了许多科学家。 不仅如此, 波利斯卡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非常深入, 还曾几次成功预言, 将发生在世界的灾难。 2008年的时候, 波利斯卡曾提醒人们说, 有个大陆将会发生大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是针对一个无信仰国度的警告。 而就在当年, 中国的汶川地区竟然发生了八级地震, 中国社会虽然是人口大国, 但从小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浸染下, 有信仰的人只占了群体的百分之一。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 的确属于一个无信仰国度。 说到这儿, 如果大家觉得这只是个巧合, 那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波利斯卡, 接下来又说了什么。 波利斯卡在当时还提到, 地球在2011年将会发生三次与水有关的大灾难, 但不是全球性的。 许多人现在回首波利斯卡的预言, 发现他提到的三次与水有关的大灾难, 可能是在2011年发生在日本的311地震海啸, 2011年的泰国洪灾, 还有2012年的纽约大盐水。 不止如此, 当时也有传言, 说2012年将是世界末日。 波利斯卡也直言, 末日是无法避免的, 但并不是2012年。 他更进一步提到, 在2020年, 地球上的一个大陆将会发生一个大的灾难, 第二次更具毁灭性的灾难, 则将在2050年发生。 波利斯卡的这则预言,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 不过眼尖的网友后来也发现到, 2020年, 新冠病毒正是从中国爆发的, 然后迅速扩散到全球, 至今仍越言越烈, 未见止息之势。 这和波利斯卡当时的语言, 可说是不谋而合。 此外, 人们也在与波利斯卡的互动中, 发现他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 像是有一次, 研究人员就问波利斯卡, 知不知道中国的周易? 波利斯卡告诉研究人员, 他当然知道。 研究人员纳闷地问波利斯卡, 他又不认识中国汉字, 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学问? 波利斯卡的回答也很有智慧, 他告诉研究人员, 苏格拉底还不认识字呢, 但却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不仅如此, 波利斯卡还曾进一步向研究人员展示 他所理解的中国和图与洛书中的奥妙。 例如, 洛书中任意一组数字的随机组合数字 相乘后的结果, 所有数字之和都为酒。 研究人员查证之后, 发现波利斯卡所言不假, 这也令人对他感到刮目相看。 虽然波利斯卡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 但在2007年之后, 波利斯卡就在人们的视线中 逐渐的销声匿迹了。 而到了2019年, 网上突然出现一篇波利斯卡的访谈录, 整个过程是由一位叫做昆仑女侠的网友在网络发出的。 内容则是某位中国的UFO的研究者, 于2018年的10月18日下午的5点钟, 在俄罗斯对火星男孩的访谈。 当然了, 由于作者的要求, 所以组织和姓名被隐匿了。 即使如此, 整段的访谈还是充满了宝贵的信息, 对人们有着非常大的启示, 所以奇闻也简单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片段。 对波利斯卡来说, 这次的两人的会面非常有趣, 因为以往的记者、官方都是对技术、战争、天文地图等信息特别感兴趣。 但是随着年龄的建大, 波利斯卡很多事情逐渐淡忘。 主要的原因是, 波利斯卡在转生之前跟轮回管理者有订下契约。 也就是说, 波利斯卡不能带着所有的火星的记忆转生到地球, 所以大约只有2%的记忆是被允许带过来的。 不但如此, 这些管理者在波利斯卡10岁的时候还会把这些记忆抹去, 所以今天波利斯卡能回答许多人们的疑问, 有时是靠梦里的深刻回忆在他醒来之后马上记录下来的, 才能办到的。 对现在的波利斯卡来说, 火星上的生活、记忆都已经呈现碎片化。 他印象深刻的是, 在准备转生到地球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火星类人为他送行。 因为大家心知肚明, 波利斯卡虽然是为了自己的星球, 还有整个种族永生的幸福而转生到地球, 但它实际上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以坚定的意志前来, 目的就是为了与地球人相识结缘。 在波利斯卡有限的记忆里, 火星这个星球基本上是一个长老群管理制的社会, 属于非常古老的国家, 在那里没有政府、政治的概念, 长老体制是一个核心, 不是由战争或强者或民选政治才能成为长老, 而是用道德来衡量, 或者是靠技术提升才能到那个位置的。 在火星人的眼中, 所谓的道德就是付出, 无私的付出, 谁能为了别人, 为了社会, 为了巨大的将来, 无私的付出越多, 谁就是长老。 另外一种经济模式, 则是技术。 例如, 现在的火星, 若有人发明类似手机这种化时代的设备时, 能选择无私奉献给整个社会, 让人们能共享使用, 为人们带来便利的话, 那这个火星人就能靠着技术提升他的层次。 若他还能在技术上继续地突破, 那这个火星人就离长老位置更近了一步。 但同样的, 一个火星人的技术突破, 也是跟他的道德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火星整体的科技水平, 发展方式就是这样, 这也是火星长老制的模式。 火星人是靠技术升级来维持生存体系的, 而技术升级是需要由道德相互支撑, 也就是无常为人与社会付出, 才能享受这所有的一切。 彼此之间的也是通过互相的帮助, 劳动多少得到多少, 这也是大部分宇宙生存维持的法则。 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的地球, 科技也在发展, 网际、网络、飞机、 汽车都在做技术提升, 但与火星不同之处在于, 地球上的社会是以个人或国家为基础, 继此来积累财富。 当然有的人认为, 人类社会就算再乱, 也还有法律、警察、 法院在约束人呢。 但是从波利斯卡的角度来看, 那些都是用来管理人的, 虽然表面上会让人在大街上不敢做坏事, 可没有道德支撑的话, 在法律背后还会做坏事, 加上法律现在规定的条款越来越细, 把人都捆绑住了, 甚至有时在不知不觉中, 人就犯法了。 所以, 一个以丛林法则为主, 对虐杀人, 对动物毫无人心的社会, 怎么可以让人类提升, 进一步研发出高科技产物, 例如以清洁能源动力为主的反重力飞碟呢? 如果有提升, 那也是负面物质在帮助人类反向提升, 目的只是为了毁灭人类。 因为人类社会的这种架构是为私, 为集体利益, 为自我而生存的。 一个人为了钱, 可以无恶不作, 这样的技术提升, 自然会极其有限的, 否则任期无限度发展下去, 将来难保不会引发星球大战。 由此来看, 火星类人, 与地球人类的思维模式, 生活模式, 整个都充满了反向的冲突和矛盾。 看来一个社会, 要想和平稳定的进步, 道德还是不可欠缺的关键因素。 当然了, 玻利斯卡并不只有讲到这些, 碍于时间,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介绍玻利斯卡的言论。 不知道今天听完玻利斯卡想传达给人们的心理话, 大家是否有自己有趣的观点和智慧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也期待您的点赞, 分享与关注。 亲吻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